在过去这几年里 笔电市场的内卷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每台笔记本都在堆屏幕 堆性能释放 堆硬件配置 到了今天这个市场已经变得非常的成熟了 只要配置达标 体验上一般都不太会出问题 在满足了用户的基础使用体验以后 各家厂商就开始想办法在差异化上做文章 想方设法地提高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 比如我们之前评测过的ROG换X 它用平板的形态做出来了不错的性能释放 再比如戴尔推出的XPS 13 Plus 主打的是极致简约的外观设计 而我们今天要评测的这款笔电也比较特殊 它在14.5英寸的笔记本机身里塞进了两块屏幕 它就是华硕01X双屏Pro 在我们硬件查谈的日常工作流里 经常会用到两块屏幕 比如说文案会用一块屏幕开着文档写脚本 另一块屏幕用来查看资料 翻看各种文档和PDF 比如二维后期在做动画的时候 主屏幕上会放置预览窗口 而轨道和控制台就会丢到另外一块屏幕 双屏对于很多人来讲都能提供额外的交互窗口 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想要在小尺寸的笔记本里实现双屏 就需要更加巧妙的设计 在核盖状态下 01X双屏Pro看起来就是一款常规的14英寸笔电 A面的设计和常规商务本差不多 01系列的小A箭头标识 搭配同心圆纹理作为点缀 非常的简约 如果你不打开屏幕 你是看不出它和普通笔记本有什么差异的 而在打开A面以后 键盘C面就会抬起一块长条形的屏幕 这就是这台笔记本最具特色的地方了 华硕将主屏和副屏通过角链连接在一起 而在你掀起A面的同时 C面隐藏的支撑感就会同步的把主屏和副屏一块抬起 也有效避免了上一代只抬起副屏幕 导致触摸主屏下方的任务栏不太方便的现象 为了防止异物侵入机身内部 副屏的下面是有一块单独的隔板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直接掀起C面把主板裸露在外 由于12.7英寸的副屏占据了C面上半部分的空间 整个C面的布局就变得非常特殊了 键盘和触摸板分居在副屏下半部分的左右两侧 这样的设计的好处可以让键盘远离主板上方的热源 但是由于没有万拖的存在 你打字可能会稍微有点不舒服 还是要试一下 键盘有三级白色背光 键程长度1.4毫米 打字的手感还不错 右侧的触摸板是磨砂玻璃的材质 可以在小键盘与触摸板模式切换 操作很顺滑 但是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用起来不太舒服 不过你只需要三级点一下副屏 副屏就会变成一块超大的触摸板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触摸板面积偏小的问题 外部接口方面是提供了一个HDMI 2.1 一个速度可以达到900多兆每秒的7.1SD卡槽 电源接口 耳机接口 双雷电4接口 一个USB 3.2的A口 屏幕一定是这台笔记本上最具亮点的部分 上一代零耀双屏的副屏色域要比主屏更低 同样一张图片在两块屏幕上的显示效果不同 而这次两块屏幕都是P3色域 而且这两块屏幕的横向分辨率都达到了2880的级别 素质非常的不错 主屏是OLED镜面屏采用三星E4材质 标准RGB排列 120Hz刷新率覆盖的P3色域 这块屏幕在60%亮度以上时都采取了类DC调光 低亮度下则是采取240Hz的PWM调光 不过你可以在华硕管家内开启低亮度类DC调光的功能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视觉疲劳 而副屏则是一块长条形的LCD雾面屏 也是120Hz的刷新率 也覆盖了P3的色域 虽然这两块屏幕的参数很好 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显示上的小问题 由于这个尺寸的OLED原厂是不带触摸的 那为了实现主屏的触摸功能 就需要额外在屏幕外面附加一层触摸电路 用显微镜观察以后就可以看到 屏幕表面有一道菱形的网格 那这个触摸电路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屏幕的显示效果 让屏幕看上去有一层纱窗一样的网格纹路 稍微有点影响观感 这也是我觉得这代产品最可惜的地方 还是希望华硕能在下一代的产品中做一下改进 而副屏由于磨砂的处理程度很高 显示图片和文字的时候 都有一种朦胧的雾面感 不够通透 但是磨砂材质的表面也规避了反光和指纹 总体来讲是有利有弊的 虽然副屏的面积比例比较特殊 但是01X双屏pro的两块屏幕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 首先你可以把副屏当作一块独立的拓展屏幕 就像在主屏下方外接了一块迷你的待遇屏 它非常适合用来挂手游模拟器 平时可以摸摸鱼刷刷材料 剩下的空间还可以放下一个聊天吹水的窗口 我甚至还试一下用副屏打王者 那除了操作有点别扭 整体体验还算不错 在微软模拟飞行里 副屏能完美的显示仪表盘 这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游戏的沉浸度 不过这台机器的3050Ti带这个游戏 是略微有点吃力 回到生产力的场景 这块支持触摸的迷你待遇屏 依然可以让我一边写文案 一边查询参考资料 那通过快捷键我还可以直接切换主副屏 虽然看副屏的时候需要经常低头 但是总体的写作效率还是有明显提升的 华硕也为双屏产品线定制了一套操作逻辑 我最经常用的就是快捷分屏的功能 在用鼠标拖拽任何窗口的标题栏时 会自动弹出一个快捷分屏器 你可以直接拖拽着标题栏 然后选择要去的屏幕 然后以什么比例出现在什么位置 松手以后窗口就会直接摆放在对应的位置 很是方便 在Adobe系列软件中 副屏还可以变成一个模拟的控制台 通过点击屏幕就可以完成一些快捷操作 你还可以自立意控制台的各种按钮的位置和功能 从使用逻辑上讲 这种触摸修改的操作确实更加直观 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是旋钮的灵敏度无法调整 在进行微操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出现转过头的情况 另外软件默认提供的快捷键不全 还没有自立意选项 比如AE中用来显示关键帧的U键 还有一些超过三个的组合按键 这里都是找不到的 其实专业用户是非常依赖快捷键的肌肉记忆和习惯 把已经熟悉的快捷键 替换成一块没有触控反馈的触摸板 有的时候其实是在帮倒忙 就和MacBook的Touch Bar一样 所以这个控制台看起来很炫富 但是实用性还是比较一般 我觉得华硕可以开放给用户 自己输入快捷键的功能 那这样这块副屏幕就可以变成 类似于StreamDeck的形态 能自立意按钮的图标和功能 可用性会大大的提高 而对于视频后期来讲 副屏的高度最多只能放下七八条轨道 稍微有点少 用来放素材文件夹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如果有更严肃的剪辑需求 那外接大屏显示器的体验 肯定还是要更舒服一些 所以体验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认为这两块屏幕 更多的是对笔记本形态上的探索 它提供了一种特殊需求的可能性 如果你要经常出差 或者在高铁或者宾馆里处理文档 或者要在图书馆里上网课记笔记 那这时候零耀X双屏Pro 确实对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是如果你有固定的工位 只是偶尔需要携带电脑出门 那在固定场景中 使用外接显示器的体验 肯定还是要更好一些 出门再去使用笔记本自带的双屏 去提高生产效率 那讲完了使用场景 我们也来看看这款笔记本的性能释放 我们拿到的是i9 12900H 加上3650Ti的顶配版本 由于本身的定位是属于 高性能的设计师笔记本 做的比较薄 所以它的性能释放相较于 厚重游戏本来讲会略微低一点 但是它独特的风道设计 还是能让这台笔记本的性能 有着不错的表现 仔细观察这台机器的地壳 你会发现 进风格栅是开在了中间的部分 而如果你拆下地壳 你会发现两个风扇对应的地壳面 其实是封死的 风扇真正的进风口 其实在负屏的下面 由于此处没有桌面的遮挡 可以显著的提高风扇的进风量 笔记本设置为高效模式 实测单烤FPU CPU稳定在60W左右 单烤显卡可以稳定在65W左右 双烤的整机功耗是85W 其中有15W的动态功耗调整 但CPU的功耗不会超过35W 显卡的功耗不会超过65W 那总体来讲 它的厚度只有18-20毫米的 14寸全能本来讲 有这样的性能释放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这款笔记本有两个雷电4接口 理论上是支持100W的PD充电 我用90W的PD充电器做了个测试 虽然会出现从电池取电的情况 但是整机的功耗还是能跑满85W 如果不是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做渲染 那你是完全不需要带上原装的 180W的充电器 下移的键盘基本避开了热源 虽然键盘顶部的温度达到了50度 但是WSD区域只有35度 温度控制还算不错 高效模式下 用户位的风扇噪声大约为49DB 还是相当明显的 那调整为标准性能模式以后 整机的功耗会下降到60W 但是风扇的噪音也会降低到42DB 下面是理论性的测试 首先是CPU-Z 单核比游戏本的i7低了36分 多核是低了差不多1000分 然后是R23的单次跑分 那这个项目中 单核和游戏本的i7没差区别 但是多核受制于散热 是要低了2000分左右 观察R23时轮循环的功耗 可以看到 开始都是跑在80W 然后撞墙 逐步下降到60W 显卡的性能方面 FileStrike TimeSpy的跑分如图 这颗65W的3050Ti 性能要比95W的3050Ti要略弱 不过比同功耗的3050是强一些的 固态硬盘是1TB的 三星PM9A1 980 Pro的OEM版本 顶级固态之一了 性能完全不用担心 内存是板载的双通道LPDDR5 4800MHz 16Gx2 延迟在笔记本里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读写复制带宽效能 还是很高的水平 最后我们也简单跑了一下 几款常见的游戏 分辨率均设置为1080P中高画质 具体的帧数表现 大家就自己看视频吧 总体来讲 这个笔记本毕竟还是i9加3050Ti 配合120Hz屏幕 打打网游帧数还都不错 但是打单机的话 只能达到流畅运行的地步 如果是以原生分辨率去运行 对3050Ti来讲压力就过高了 这台笔记本的定位 也不是高性能游戏本 简单的玩玩还没事 要长期打游戏 还是推荐你去买游戏本 最后是续航测试 这台机器有着一块76瓦时的电池 将主副屏亮度设置为50% 核显直连关闭读写 链接Wi-Fi 性能设置为均衡模式 PCMark时 现代办公续航测试 成绩大约是6个多小时 模拟日常办公得到的成绩 大约是4个多小时 考虑到这是台14寸的i9标压全能本 还有两块屏幕 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还算OK 节目的最后总结一下 我一直认为选产品的时候 要从个人需求出发 尤其要避免没有需求 创造需求 一台小尺寸的笔记本里 有两块屏幕确实很酷 尤其是脚链的设计 非常的巧妙 也有不少独特的应用场景 不过笔记本上的双屏 毕竟还是一种妥协的方案 实际体验 还是不如一台外接的大显示器 但是如果你的使用场景中 是真的没有条件和机会 去使用独立的外接显示器 那这种一体化的形态 确实提供了一个双屏的可能性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生产效率 华硕在这种特殊形态下的探索 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而作为一款14.5英寸的 全能本02X双屏Pro 其实不太能完全发挥i9的性能 IC版本的表现就已经足够了 为了满足创作者的高性能需求 机身本身不算太轻便 但是也足够的小巧 还是可以带出去外出办公的 总体来说 这款笔记本适合对性能有一定需求的 但是使用场景 也能和双屏匹配的设计师 或者是影视工作者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币 一键三连 我们是全支UP主 以此三连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与支持 我们将持续输出干货满满的软硬件知识 这里是硬件茶谈 我是不良外茶人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